哈喽大家好,我是班大叔,欢迎来个本期大叔观众,来观众吧,瞎哥的帮帮 正后面的话,祭司杂技,野人先知 先知撞脸呢,穷者基本上就没得打了 或者说就没得赢了,可以保平,但没得赢了 抓其他人的话 要看杂技的位置 和祭司的位置,这边,哎呦不说了,来487 啊,两个神仙遇上了 不过怎么说呢,两个人都是神仙,操作都很好 但是,先知说实话,哎呦,祭司的洞 那不错啊,这边,小果冻的祭司啊 有一说,我好像基本上没怎么见过小果冻玩祭司 这一波两个洞,让先知是拉开了非常大的一个身位 然后这边卡,卡边,哎,哎,骗,好的 这一手卡的一个位置卡的很好啊 但是虾哥这边已经敏锐的秀到了 跟过来,补炸,补炸 啥都没炸到,镜头给到先知 我们还是以先知的第一时间来看啊 这里的话,应该顶鸟,好的 哇,这鸟,这鸟放的 这一锤子其实很快啊,要我都反应不过来 嗯,先知不动了,因为闪现好了 这边的话,哎,祭司一个洞补啊 可以可以可以,这样的话相当于 但这样的话,其实祭司的机子就慢很多啊 相当于是两个人 哎,这边是交了个闪 虾哥这边交了个闪 他,因为本来为什么我说这牵制不动呢 因为这边交一个闪的话 打完以后先知四分之一血 然后一颗遥控雷直接可以收掉的 开了剑的以后遥控雷一个收掉了 这位置压住 要骗走位,然后再翻才可以 骗不到,骗不到 这个板子可操作性不强 但整个牵制的话已经是接近两分钟了 1分50多秒了 也行吧 外面的话应该是杂技和野人的机子差不多 然后祭司,因为前面一直在宝嘛 把自己所有的洞都交给了先知 才让先知有这样的一个可牵制性 炸一下,野人是被通缉到的 那这边杂技尴尬了 漂亮,这波节奏追完下个应该是赢了 有人再赶过来的话来不及的 而且这个感觉这个先知 有可能会被压过半 因为他这边还有下猪 要赶紧下 还等吗 等 一刀 炸 救下来 还行还行还行 非常极限的一个卡半救人 野人这边得去把杂技摸起来 但要小心帮帮六秒钟以后 他遥控雷好了 这边帮帮在看着 有遥控雷的 野人还想摸我的人 啊 带你一起走 三二一 遥控雷 走你 爆 三岛 真是个狠 啊 这个操作看的真的是 你得憋着气看 人家对吧 憋着尿看精彩的电影 这个得憋着气看 这股气你都不能松懈 咬着牙把这一波看完 这波救人 怎么说呢 没办法 就只能说虾哥这边通缉到 通缉的也好 这个百万级的通缉 刚好通缉到了野人 然后这边顺势把这边的杂技给秒了 先这边摸起来就摸起来 摸起来你这边来救人 怎么救 就问你怎么救嘛 这个位置 他的一个防守范围非常的大 需要祭司一个人来带洞都救不了人 他需要先知先出面吸引 然后祭司打洞突破才行 两个人来救才有可能 这边炸 好的 扭开 不得不说狼队的穷人躲炸弹能力还是有点猛啊 这边先知也炸到了 好的 哎呦 我天哪 我的天老爷 一刀 躲掉 可以 救下野人 野人这边吸上猪 祭司有薄命 再打洞去捞这边的杂技 捕炸 炸断你的洞 那边挂飞 然后这边来挂祭司好了 野人想来保 保不动 这个洞的一个 这炸弹的一个时间也是压得好 就这波祭司没法 他只能打洞了 因为你不打洞那边要挂飞了 先知吸出了一只鸟 丢炸弹 野人顶不了 顶不了 人先挂上 这边野人要顶开以后救人 骗你 能挂上了 好 转个圈圈 外面还有四台机 表示一下 快来 我需要帮助 可以给野人一个鸟 可以给野人一个鸟 这边也是抱了一下 我有鸟 那这边 一刀 鸟顶上 好的 虾哥应该没想到 这个时候487居然有一个鸟 那挂野人吧 你要救人是吧 想当英雄 好 先带你走 转个圈圈 虾哥也劈起来了 这把这个帮帮真的无解 应该是想快一点了 然后这边祭司就送个板子送个板子 祭司这样的话挂飞以后 先知可以跳地窖了嘛 绝对精彩啊 这局 前期的话非常优质的一个两人之间的配合 保活这个先知 或者说保起这个先知 但是 怎么说呢 毕竟他是先知啊 毕竟是先知 然后中间那波防守的话 是绝对的一个关键点 太完美了 那波防守 差一点点 要是野人吃个震慑呢 那就是完美了 但是这种东西不好说的 毕竟穷者 这么顶级的穷者 勇哥 勇哥救人的话 我们其实看过好几次 很精彩的救人 都是非常非常极限的救人 这还在外面奋力修机 可以了可以了 这局没什么可说的 精彩 精彩 打得真的精彩 来了来了来了 批一下两个人 给块板子600分 好的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边就结束了改革我们下期见拜拜 We'll see you next time 麻烦我们下期见 谢谢观看